西部朝七 十一 遭遇放鹰 人去才空 作者 马洪杰 朗读者 盛焕 媳妇娶回家 按说应该开始过上美满的日子了 可谁也没有料到 不幸的事会再次到来 老三娶回香灵后 过了一段很是温馨的日子 但是三个月后 香灵的毛病便显现出来 由于只上过一年学 香灵几乎不识字 人民币也只认得一两元钱 再大面值的就不认识了 老三家所在的乡村是个蔬菜基地 生产的蔬菜要自己运送到市区出售 老三腿脚残疾 行动不便 本希望自己外出卖菜时 香灵能帮上忙 但香灵不知道怎么算账收钱 不愿意跟着去卖菜 香灵来到这里后 生活比老家好多了 时间一长 他好吃懒做的习性便逐渐暴露出来 他先是不跟家人说 就到村里的小卖部里 说小食品吃 等人家上门要账了 老三才知道 到后来 香灵竟然和婆婆闹起了分家 并和身有残疾的老三大打出手 把公公气得生病住院一个多月 前后花去四千多元医药费 在随后的日子里 香灵和婆家人冲突不断 到了七月 伤心的老三一家人 只好给香灵的父亲打电话 让他过来 暂时把香灵领回家里调教调教 九月初 香灵的父亲又把他送回夫家 想不到 到家的当天 香灵就和全家人发生了冲突 一家人商量后 坚决不再要这样的媳妇 但是让他回去 他又不回 一家人从上午吵到下午 香灵就是不愿回宁夏 最后几乎要和婆家人打起来了 站在一旁的香灵父亲 看没啥希望了 只好又劝说女儿 带她踏上了回家的路 临别时 婆婆出于好心 给了她们妇女一百元路费 香灵不认识一百元新人民币 坚持要换成两张五十元才肯走 最后 跟我一起去的河北营友江芳岩 拿出两张五十元的纸币 妇女二人才踏上了回家的路 这段婚姻从头到尾也就持续了七个月 一家人为此又花费两万多元 2002年 因为市政道路扩建 老三家要搬迁了 当地政府前妻付给家里的搬迁费 有两万多元 给老三买媳妇花去一大半 年代的父母只好东借西凑 在画给的宅基地上盖好了房子 期间 有人又给老三介绍了几个女子 最后都是不成 愁白了头发的老母亲只好说 再等等 等到天热的时候 咱家还有几分地要被征用 到时候能赔几个钱 再上雇员那里去看看 给老三娶个媳妇 2004年1月 经过近两年的积蓄 家里总算又有些钱了 老三的母亲又动了 给老三娶媳妇的念头 本村的一些媒人 也给说了好几家的姑娘 最后没有一个能看上 有残疾的老三 这时候又有人来说 还是再上雇员去吧 那里人穷 只要给钱就能再找一个媳妇 村里一个上年级的老汉 主动来做媒 说这次你们不用去了 让雇员那边家里的人 把姑娘带过来看看 要是看中就给钱 把人留下结婚 吃过亏的老人 这次又相信了这个本村媒人的话 2004年1月4日 从京原县白面镇高峰村 来了一男一女 还带来了一个 准备介绍给老三结婚的姑娘 男的叫白金堂 女的叫马金花 自己介绍说 是姑娘的哥哥和嫂子 在本村那个老汉的带领下 他们来到老三家 经过几天的来往 和村里没人的撮合 老三一家人付了 一万两千元的彩礼 订好这门亲事 老三的母亲 还给这个未来的儿媳妇 买了结婚用的金戒指和耳环 并在1月7日 给他们办了结婚宴席 当天下午两点多 新媳妇的哥哥和嫂子说 他们把婚事办完了 要坐火车回雇员老家了 让妹夫和妹妹一起送他们 到洛阳火车站 其他人就不用去了 在洛阳火车站 这对男女提出 让妹妹和他们一起 去买些吃的带上 让老三就在后车室里等着 他们买完就回来 哪知 这个新媳妇和他哥哥嫂子 从此再也没回来 一直等到下午五点 还没有见到新媳妇回后车室 老三这才觉得情况不妙 赶紧给家里打电话 等家人赶到火车站时 天色已黑 这三个骗子早已不知去向 我这天早上刚从云南回到洛阳 知道老三结婚被骗的事 已是天黑已厚了 我赶到洛阳火车站 与火车站的几个公安朋友联系 让他们在通往宁夏的列车上 以及沿途站点进行报警协助 可一直等到第二天 也没有抓到这三个骗子 这些年 老三家里多次为这个残疾儿子娶媳妇 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 这次莲花带骗 这两年卖菜的收入 和征地补偿款两万多块钱又没了 老三的父亲气得病倒 到了五月份便气病身亡 老三家人多次报案 当地派出所说经费紧张 让老三家里人拿出经费 才能和他们一起到宁夏护员协助抓人 而此时刚被骗了钱的老三家里 哪还拿得出这笔钱 最终派出所表示 无能为力 后来的几个月 我多次给京原县刑警支队打电话 向他们讲述案情和线索 到了十月份 京原县警方回复 这些人已被抓住 并被提起公诉 他们以这种放鹰的手段 骗了不少人 已按拐卖妇女和诈骗罪 判处了有期徒刑 两个罪犯家里 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 可以用来执行赔偿 被骗的钱财 是没办法再追回了